朋友们好,我是阿丹 今天咱们做一个做法非常简单 但非常非常好吃的蛋糕 首先呢,准备两颗鸡蛋 把鸡蛋打入盆里边 搅拌均匀 加入100克的白糖 做蛋糕的那种白糖 继续搅拌 接着,咱们加入100毫升的牛奶 加进来以后啊,继续搅拌 搅拌均匀 三分之一杯的菜籽油 搅拌均匀 做蛋糕会搅拌就行 一分之一小勺的这个食用香精 稍微搅拌一下 现在咱们把面粉加进来 再把这个泡打粉也加进来 如果家里没有骰子的话 不骰也可以 不过就是骰了以后吧 就蛋糕呢,更加的细腻 口感会更好 这就是今天所有的食材了 这里真的需要好好的 好好的搅拌一下 直到面糊非常光滑细腻 像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好烤盘 如果家里有这个厨房的防油纸的话 给烤盘的底部可以铺上 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给四周都刷上油就可以了 倒入这个面糊 非常的细腻光滑 好了 放入烤箱 180度25到30分钟 满屋子都是蛋糕的香气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蛋糕烤好了 颜色非常漂亮 迫不及待的想要吃了 咱们切开来看一下 非常非常松软 这个比利做出来的蛋糕 把鸡蛋,牛奶,糖,面粉的香味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特别特别好吃啊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击下方的小铃铛 我会给大家奉献 更多更好的美味佳肴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